最近的台主啊,我看今次也是陶卡派可 没有防甩片,用原装爪,然后里面放的货是金正 它应该是嫌货太多啦,好啦,我们今天就做一下好心人 来帮它销货销货一下 OK,我们开始咯 这一个台子很明显feel的到它有一点小小的吃天地啦 我们先打着什么摔摔 果然没有防甩片 到底两拍板 这个爪估计如果或是躺着的话应该会很难拔 果然直接放 哇,躺着,躺着南路爪 估计这台我们其实要见好就熟 自上自下,对准一点 OK 发它下来,应该要打一拍吧,点它 果然没有防甩片的 台哦 完全节奏就是不一样,直接马上抓不到 OK 再贪心一点 快烫 OK 保险一点啦,后面都会补掉它 这根节奏不是普通的难抓 看似简单,可是 变到了我们这些打惯了有防甩片的人 估计这一个如果是 只要抽的过来,不管是前旁还是后旁都是会直接出的 因为它完全就是下方的节奏 只是节奏要抓得很准 抽上来 因为它是原装爪的关系,所以它的爪力 不会很够 那我们要撕身一点 撕身一点 撕身一点 停抽 停抽 直上直下 停抽 这个比我平时打那些 比较高难度的台还更 更紧张 有了吧 不管啦不管啦直接刮爪 挑个爪位 挑个爪位滑下去 吃完它 下去 抽完 还很快被这台搞到底部了 有吧 终于 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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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牌好彈 抓起來 卡爪出貨 下將三位 这就是原装爪的坏处 它开爪的速度会很慢 所以如果我刚刚现在只一个包底下去 扣到底的话 会直接卡爪出来 这盒就完全摸不动 这盒路飞好像又抓不起 试试看21 21爪抓得起吗 抓不起 给我一点力 顺帅 给我一点力 估计要这样子把它从那边摸过来 就只要摸50手 前盘应该就比较有力吧 前盘 我只求你一个起来大哥 就给我一个起来 好像抓到感觉了 这样子好像比较有力一点 顶抽爪位吃深一点 青色爪套顶抽 吃深一点 吃深一点 前盘爪位 抽底 漂亮 走开 哎呀 出了 哎呦 有吧 哎呦 哈哈哈哈 丁抽好还是抽底咧 丁抽好还是抽底咧 一根老师掉了下来 还是没顶抽爪位 给我个顶抽爪位啊大哥 來啦 頂抽爪位 下完 抽上來 剛好遇到台主來 那重擺了支援我 好 燙了 不要轉旁邊 啊 不行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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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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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終於 刚刚那一下不是前旁啦 是刚好它扣到底 所以它有那个力 把它抓上来 开始啦 你又叫我要开始 OK我们今天就打出这四个 原本是想要去垫台主的 谁知道反而被台主垫回来 因为我们可能比较习惯 打那种标准的金正技术台 反而遇到这种没有防甩片 又用原装爪的 反而我们的节奏完全跟不上 反而被它给垫到了 这边大概打两百多块 还OK啦 最少还有四个货拿走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我的频道可以跟订阅大家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记得去追踪我的IG跟点赞 我的面书粉丝团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我们的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